新骨毛补选 土团党称选民要污议候选人 伊斯兰党则表示 民政党上阵几率大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lvin 从这一个新骨毛补选 选前抢议席的这一个情况 你就看得出 国盟其实同传异梦的这个现象 是越来越明显 伊斯兰党想要做大的意图 也越发明显 那现在整个民政党 在我看来已经沦为 伊斯兰党跟土团党博弈的那一颗棋子 那现在土团党很明显 他们想要上阵新骨毛补选 你看啊 他是怎样得出 这一个选区的选民 想要马来人上阵的答案呢 他们是通过走访选区 去问当地的马来人 你想不想要马来人 来上阵这一个选区呢 废话 你问这一个问题 他肯定是跟你讲 对啊 我要马来人上阵啊 因为你问问题的方式 不同的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答案的 如果你问他 你想要国盟派马来人 还是华人来上阵 他肯定告诉你是马来人嘛 而民政党派出马来人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因此那肯定就是有利于土团党的答案 民政党是不是只能靠边站呢 其实也不一定对不对 你看啊 如果他换一个问问题的方式 他问国盟民政党跟行动党摆在一起 你会选谁呢 那他肯定大概率也是会告诉 这个土团党我选民政党嘛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 土团党一开始预设了这个问题呢 就是要抢议席 这么明显而已 那伊斯兰党看到这个情况就很明显觉得 你现在是想要怎样民政党原本上升这个一席的 你现在想要搞零和博弈的游戏 想要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 是吗 那我肯定不会如你所愿 因为如果土团党想要跳脱伊斯兰党的框架 他就必须要先证明他有足够的谈判筹码 而一席就是谈判筹码的最佳代言人嘛 因此伊斯兰党首要目的肯定就是先壮大自己 那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壮大自己的目标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作为这个牵制 那么他退而求其次 第二个方向就是要约束土团党 避免土团党有壮大的机会来跟自己平起平坐 因为这对于伊斯兰党以后要争取 国盟首相人选的这一个位置呢 是不利的 所以他们退而求其次的情况 就会默许或者是变相支持民政党来上升这一个议席 因为民政党多赢一个州议席 其实无伤大雅 对国盟来讲 对伊斯兰党更加是如此 反而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举动 进一步的有机会拉拢民政党 靠向自己一点点 要知道现在民政党 尤其是刘华财 他是比较倾向于穆尤丁的 每一次穆尤丁出席活动 民政党跟刘华财都会一起出席的 所以现在如果土团党要抢民政党的议席 然后伊斯兰党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丢一粒糖果给民政党 你觉得这有没有拉拢的成分在 很明显也是有嘛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 民政党现在已经沦为了土团党跟伊斯兰党 博弈的那颗棋子 因此在这样子的背景下呢 国盟以后应该只会越来越乱 直到下一届全国大选之前 当然大选的时候 他们再乱都好都被迫一定要整合 在一个阵线然后提行合力 先夺下政权再讲 但是现在很明显没有太多政变的机会 因此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那往下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往下我们要看的东西 其实就是现在国盟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那么团结政府可以怎样逐个击破呢 其实现在土团党内部已经开始内乱了嘛 已经有六七个人是表态支持首相安华 那人在朝迎新在汉 土团党内部现在已经是自己乱了阵脚 往下要看的就是穆尤丁跟韩沙 现在他们短暂的结盟 过去的那种辛仇旧恨呢 全部先抛之脑后 先一起对抗安华 到底这两个人的合作是不是长久的呢 还是会因为彼此的这一个矛盾 更进一步加剧了土团党的分裂 往下就是我们值得看的 也是安华团结政府在努力的这一个方向 当然打压阵敌未必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是争执嘛就是如此咯 所以现在土团党就是看 韩沙跟慕尤丁之间的关系 能不能够维持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土团党泡沫化 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而伊斯兰党现在呢 可以说从表面上来看 没有太大的这一个漏洞 能够让团结政府去逐一击破的 因为现在以哈迪阿王马首是瞻嘛 他们 你讲三苏利能不能够挑战哈迪阿王 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少目前来讲 沙弩西他再怎样厉害都好 他也不是宗教师出身 所以在伊斯兰党宗教师治国 或者是宗教师治党的情况下呢 目前来讲没有太多的机会 只能够借着这一个所谓 三阿课题的论述呢 可能稍微的要让马来选民知道 OK伊斯兰党现在整个论述 其实已经偏了 从他们之前有不断的 不尊敬我们的最高元首 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言论呢 其实就是很好拿来区隔 伊斯兰党为首的 以宗教治上跟巫统 或者说马来传统政党 以马来人治上做一个区隔 然后从这个区隔里面 尝试呢去分化选民对于伊斯兰党的 这一个寄托或者是印象 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 比较可行的方案 你讲伊斯兰党内部会不会有瓦解 或者是像土团党这样分裂的情况 我觉得目前为止是看不到 这一个迹象的 那至于民政党 那其实民政党也不需要谈太多了 因为他们不管分不分裂 对于马来西亚政坛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你要稍微提一提的话 我觉得就要看民政党到底选哪一边来站 那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影响民政党选边站吗 其实感觉上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民政党的选边站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来自于 党领袖想要上阵哪一个选区 如果他想要上阵的那个选区 是土团党的支持者比较多 那他自然就会靠向土团党 反之就是伊斯兰党 所以目前来看 民政党是没有太多的这一个东西能够看的 只能够看他到最后选哪一边来站 到底是哈迪阿旺还是慕尤丁呢 那你认为民政党会靠向谁呢 如果你认为会靠向土团党 请留言111 那如果你认为他会靠向伊斯兰党 请留言222 我自己个人觉得 他应该还是会比较靠向土团党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跑去靠拢伊斯兰党 那么你跳进黄河一百次都洗不清 虽然现在也洗不清了 不过还没有到那个最终的终极阶段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